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久违了的尬聊系列第三期 那这个系列的初衷就是打破壁垒 把互相不认识的人强行拉到一起 感受他们在性格、思想和世界观上的碰撞 前两期里我分别找了友山和徐骏的同行碰撞 中国部外和李峰的年龄和职业碰撞 这次我又挑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也是我很感兴趣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尝试的男女碰撞 那这次的两位嘉宾将以相亲为前提进行聊天 但是请大家切记这并不是真的相亲 他们两个人是互不认识直接被我拉过来聊天的 OK为了让观众更好的代入 这次我就不提前介绍他们二位的信息了 让我们直接从零开始跟着他们的视角一起了解对方 OK现在我左右做的就是这次的嘉宾 那么二位你们将进行一次模拟的相亲 在聊的过程中你们需要逐渐去了解并判断是否愿意和对方这样的人继续发展 并在最后给对方一个答复 好的那么我们倒数三声就准备转过来 来三二一转 我要看哪里 看对方呀 你好 别看我 看人 OK有没有见过对方 没有 没有第一次 就这么第一反应看下来 你觉得对对方的好感度是怎样的 9 这么高 5分 5分 就是刚认识的人基本就是5分 OK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大约三分钟的基本信息交流阶段 姓名 刘宜春 你可以说叫我咖喱就好 咖喱 对 静别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习惯 湖北 广州 湖北哪儿 湖北黄石 OK 雪形 我还不知道可能是B吧 O型 星座 水平 天蝎 教育背景 就大学 具体说一下学校或者专业 蓝金泡柄学 什么专业 计算机科技技术 我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 就是学插图设计的 OK 应该都是未婚对吧 A 那应该也没有孩子 A 现在所在地 常住地市 上海 广州 各位有在当地买房吗 没有 父母给钱买的 OK 那么各位已经对对方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你们如果还想问什么基本信息 可以直接问 对自媒体了解吗 你说是哪个平台就是 就是网络平台 就是 我朋友说我自己没看我 其实我自己的职业是摄影 哦 你是 那你应该上班时间也不稳定是吧 也是那种 自由职业 所以 我也是 看你们两位还是有点放不开 让我们碰个杯吧 在这个 在这个环境里 来 两边都有这个杯子 来来来来 虽然我们这个以水代酒 但是大家放松一点 不要这么紧张 来碰一下 可以 以水代酒 庆祝我们这次虚拟相亲的展开 我愿意 我愿意看哪个镜头 你 你看 女嘉宾 你跟谁相亲 你看谁 看镜头干嘛 那既然各位都好奇到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先花几分钟来聊一下双方的工作情况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自己目前从事的职业 我职业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拍摄电子印记 就是很多男生喜欢玩的 英雄联盟 王兰特 然后我是一个B站UP主 主要的方向就是cosplay 就是受我爸的影响 所以很早就接触二次元这一块了 然后再加上广州这边 就其实零几年就已经有漫展了 我就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去漫展玩 在这个熏陶价就去玩cosplay 然后慢慢的就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吧 漫展我去鬼 既然我们聊到工作 那么不妨给对方展示一下各自的工作成果吧 比如说你拍的照片或者他拍的视频 可以交换一下看一下 我照片就是我们拍一些比较现场的一些赛事的活动啊体育馆这样子的 然后比赛和人就是我们选手大概是这样子的 然后除了工作以外我喜欢拍摄是因为我还喜欢去户外爬山这种 我是那种偏运动的然后偏户外的 给你看一下我的去年比较满意的一个视频吧 你就稍微看看就好了 这些角色你都认识吗 不愿意了所以我阶段性的 就这个角色他是有读心术 所以他可以 我是把不同 不同动画或者是游戏里的角色放到了同一个场景里面 然后假设 这这次的假设就叫他们一起去考试 然后他有读心术的话 他就会读出不同角色心里面在想什么 这个奇怪的姐姐在干什么 取集的希望将成为奇迹的闪耀之星 就是就是目前我比较喜欢的视频类型 就是想做搞笑的想做搞笑女 对 所以说他是经常在镜头面前的那个人 我是镜头后面的 所以我看的镜头肯定 不是你怎么说话感觉像在我耳边那种 所以他所以他 你稍微红亮一点 好吧 我听说你们还给对方带了礼物 可以展示一下 你先来吧 就是我准备了两份 一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虚 就是虚拟YouTuber的写真集 他叫Kitsuna Ai 我最喜欢的 然后 然后这份呢是最喜欢的漫画家的精选集 他叫伊藤润二 就有点恐怖 但是但是我 我可能看习惯了我就觉得还好 什么磐石呢 其实就是两块很普通的石头 什么磐石 我是在冰岛的黑沙滩上剪的 拿捡起来的时候很好看 它上面有水还有一些光泽 放久了就变得普通一点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旅游 我会收集它的石头 然后我喜欢去记录和保存 所以我觉得照片不够 还应该去收集一下 我还以为是 就是那个非石子 有一本 对 Alisa的那个Solo专辑 谢谢 对 我也有听过她的歌 还有两个在转接手 阿姆斯坦的转接手 谢谢 是因为今年是兔年吗 对 那我就要问一下 这三个林你最喜欢哪一个 嗯 是包含了她这个亲手万里带回来的石头 我觉得这个吧 因为没有人送过我这样的东西 很特别 你 这是真实的表述吗 嗯 因为就是有时候去漫展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会有小伙伴送一些小布偶啊 很很常见 但这个是 我是没有收到有人会送这种 就是从其他地方特地收的东西 那么现在二位对对方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你现在的实时好感度是多少 维持 9 对 你的好感度有变化吗 嗯 7分吧 我能问原因是什么吗 可能是我们的职业会有交集的部分吧 就是我很怕说碰到不理解的人 嗯 让我们来聊聊个人生活 日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打游戏 前一阵子吧 很爱玩的单机游戏就是天命奇遇 还有 俠客风云传前传 手机游戏可能就 英雄联盟更多 我最近就 疯狂地玩瓦兰特 就是那个 男孩比较喜欢玩的 FPS 设计的游戏 我以前也已经喜欢玩单机游戏了 我可能跟你唯一不太同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可能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少 即使我在上海 我醒了以后 可能吃完饭我就去跑步去了 或去健身房去了 我接下来下个月 我可能计划去日本旅行一下吧 就是我会旅行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 如果你谈恋爱了 你会希望带着你的女朋友去爬山吗 我肯定希望 但未必 露营 看她愿不愿意吧 你的对象说咱们走 咱们去爬山 你去吗 我只想去有空调的地方旅游 OK 那么接下来二位抽烟喝酒吗 不 没有 那各位平时会做家务吗 会 不会 但是我会做饭 做饭我不会 当我 我说家务就是那种正常的 就打扫清洁这样子 需要我做什么做什么 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是觉得对于家务这方面 大家平均去做 要不就我做饭你洗碗 要不就我洗衣服你拖地 就是我觉得要平均 就是如果你不做你找终点工也可以 但是不能却都我来做 OK 那么接下来消费官 各位平时是喜欢存钱 还是喜欢花钱的 目前吗 我喜欢存钱 为了省钱 然后在某宝 搜很多家 然后搜最便宜的那家那种 对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欲望 可能跟你相反 我是那种很爱花钱的 但我不会乱花钱 就是我有需要 例如我喜欢买 买大量的鞋子 然后喜欢买镜头 我的镜头很贵 懂得 我可能收入全部用来买 所以我花钱很夸张 我觉得花钱是赚钱的动力 所以我会疯狂地花钱 疯狂地赚钱 好 那我们来聊聊感情经历 以前的 谈过几次 怎么谈的 我好像没有 我谈过三次 都是看脸 我是约会 但是没有成功 真的一次都没有成功 但约了很多次会 有其他女生对你表示过好感吗 有啊 那为什么没撑呢 实际不对 嗯 让我想一想 什么实际不对 你在念书 不在各国家 哦 你会介意这种 就是没有什么恋爱经历的吗 不介意啊 为什么要介意 这不是好事吗 是好事吗 我不知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这有一种就是你得什么都得从零开始培养 我觉得恋爱经验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对方会不会把你的话听进去吧 像是我觉得说 那个鞋子一定要放这个位置 不然打扫卫生不好打扫 或者是不可以坐床 就我觉得这种小的东西 你不是说原则性的问题 既然你知道我介意的话 你能不能改一下呢 就我觉得如果这种都不能的话 那你要生活在一起 应该整天会吵架 我爸妈就是这种情况 挂子要不要放在对的地方 听他们讲了二十几年 我就会觉得说 这其实就是 会不会听进去的一个问题吗 但如果你是说 三观的问题 比如说 我应该什么时候结婚 我要不要小孩 我应该怎么去夸闲 涉及你三观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 如果谈不拢也没必要迁就 因为你跟他吵这些 你否认他这些东西 等于否认人家活了那么多年以来 塑造的三观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会去想要说服对方前去 我觉得就是不适合 就不要在一起就好了 傻啊 我在消化他刚才说的话 那看来之前没有什么人 跟你说这方面的东西啊 还真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对于这个重大观念的想法 二位都是想要结婚的类型吗 我不是 我也不是 那你们来干嘛呢 你说什么呢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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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是觉得说不一定要结婚 就是就算是碰到喜欢的人 一辈子不结婚我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就算 就是你如果不喜欢了 你也会离婚 所以我觉得有就结不结婚 只是一种形式 但我也挺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 因为我之前有个喜欢女孩子 也这么说 不是强制的说要走这个流程 OK我愿意 他不愿意那 那就不用结婚了 OK 那么二位都会要想生孩子吗 不想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我是表明了我不想生孩子 他们现在可能也觉得 我现在事业为重也没有说想要催我这个东西 可能以后等我三十岁了 等我再大一点了 可能会催吧 但是 我看我能坚持多久吧 反正目前我仍然是没有想要小孩的想法 才现在在莫婉 说你俩又不结婚又不生孩子 可是想什么心呢 这就是我们当代年轩的通病 但是我要说一下 本视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不结婚不生孩子 大家一定要遵从自己的想法 想生就生 不要觉得这俩人说的就是对的 好吧 那万一结婚了 二位会对婚礼和彩礼有要求吗 这又是我知识盲区了 我应该是没有要求的 我还是看女方 于女方为主 因为我是比较随心的一个人 那你能接受给多少 人家说我要一个亿 你不可能吧 你总得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这我真没概念 你觉得需要多少 我也不太了解 广州这边要多少彩礼 但我个人而言是无所谓 我对钱方面不是很在意 也能接受收入比自己低的男生 婚礼的话我希望不搞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大学坚持打工的时候 我就是去婚宴做服务员 见证过了上百场婚礼应该有 都差不多就是套模板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好浪费 我觉得没必要 我挺同意她刚才说的 因为我经常去拍摄婚宴 我也觉得挺浪费的 我下次应该先问你 她老说什么 对方觉得怎样我就怎样 她这个回答 没有自己想法是吗 我真实就这么想的 我真的没有自己想法 那你自己从这段感情里什么都不需要得到吗 你全都在妥协 你觉得这是妥协吗 你知道自己上升星座什么星座吗 我知道我朋友没有算过 还是水平 那你是绝对感性的人 我是很理性的人 如果我在一段感情里 可能对方会问我 你是要讲道理还是要我 然后我就是讲道理的那个人 我确实我的行为很疯狂 虽然我没有恋爱经验 但是我有追女孩子经验 就是我可能都比较偏执 理解的 拿得起也放不下 确实会单方面地去自我感动 很难从那个环玉米出来 可能就是我每次每段出来 我可能需要花很夸张可能三到四年 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 因为它也会成为你的动力 大学的时候喜欢女孩子 就在大学毕业后喜欢女孩子 没有追到 因为这个事情我 让我自己从体重 从190变成了120 我花了一两年时间 把自己的收入翻到10倍这样子 就是追女孩子结果不太好 但是在我身上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变化 就是更有动力 就是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 就是我没有认输过 所以我会找自己的原因 然后找着找着 可能会到另外一个level 所以你的星座和她的星座的契合度怎么样 虚无了解 不太适合 好的 你能接受 你能接受女生 就是事业比爱情更重要吗 比如说刚好你生日了 或者是什么情人节了之类 你比较在意的节日 然后女生说我今天要工作 可以接受 那你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哪一点我好好想一想 人不要太奉献 你不能什么都说 对方觉得好就行 我觉得你就是有点 好像都情都可以 就是据我了解 水平的星座就是会比较贡献 就是其实内心还是会在意的 如果对方没有给予你同样的回应的话 但是你又会憋着不说 然后你就会一直这样委屈下去 然后就自己委屈自己憋着 我觉得挺不好的 就有话要说 如果我是OK我现在是恋爱状态 我会对方有什么要求 其实我的要求是 他不要对我有太多的要求 就我还是需要有很多空间 例如我想去跟好兄弟去爬山之类的 可能一出去就一两周半个月 我觉得两个人很容易产生那种 节奏不在同一个 共振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唯一的要求 那你能接受比如说女生每隔一两个小时 就要问你你在哪里在干嘛之类的吗 阶段性吧 刚开始我觉得应该OK 但是因为我在想像我妈 我妈如果经常给我发消息的话 我可能会没有回 那可能就会有女生就觉得说 你不回我你就不爱我了 但是我是一个经常 我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自己改不了 就是我会看到某条消息 然后不回 就意念中回复了 就喜欢的人也会这样吗 曾经有过 就有过那么 就我想说难怪单身 但是这是一个习惯就是我没有恶意 然后然后过了时间点了 又觉得再去回又很又很又很假 所以干脆就没回 我懂 我知道有很多缺点 所以大家很多朋友都容忍不了我的缺点 但是他们无论怎么说我也不会去改 就是例如说不回微信之条 我觉得我改不了 这点我觉得我还是 我承认我自己是比较自私的 我还是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 好 刚才聊了这些之后 那就进入我们的判断环节 考虑到结合对方的外貌习惯 爱好兴趣工作教育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性格思想 你会选择跟对方这样的人进一步发展吗 请作答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比较独立的旅行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的 要在一起我得 就目前是没有能力去维护或者说 让这个走得很平稳 我就我还没有 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就刚才聊完后我觉得 我还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如果有机会我是会去尝试和 比较独立的旅行去接触和发展 但是我觉得就我朋友告诉我一句话 就是希望过程能超越结果 啥意思 就这句话的意思 字面意思 OK 来 我目前来说应该不考虑吧 主要是 其实我上一段恋爱会分手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比起爱情 我更需要事业 想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去评一评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异地 目前更想要的是在比我更外向的人 我觉得我跟你都是比较内向的人 就需要一个人去领着走 然后所以我会对于那种射牛的人非常憧憬 就我虽然我觉得我虽然是恋爱脑 但其实我不想自己恋爱脑 我也希望对方不要恋爱脑 就是我很怕那种 比如说我跟她讲道理 她就说 你是我对象 你怎么还 你还要这样怼我 这样会让我很窒息 不过我问一句 如果她说她不想异地 你能不待上岸吗 应该很胆 还是得在上岸 OK 那么很遗憾地恭喜两位这个相亲失败 OK 那视频最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这次尬聊聊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其实这两个人在事业上都算比较成功了 但是事业的成功并不代表感情的成熟 就可能因为我也是内向型人 就特别能共情依存的一些行为 就内向的人在面对异性的时候 往往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了 就自己的长处可能连50%都没有表达出来 对于自己的缺点或者不足 就一股脑的特别实诚全都说出来 那我听她的一些发言都替她着急 恨不得帮她说 就我知道她本人没有她说的这么不好 但是我想了想其实我原来应该也是这样的 就是不善于去展示自己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相亲也好 或者谈恋爱也好是挺吃亏的 阿勒多我觉得她表现的是很OK的 但你看像她这样一个内向型人 她还是想找一个外向人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外向的爱social的人 可能找对象的时候更简单 或者说更容易追人成功 就是他们更擅长表达自己 展示自己的好的一面 所以我感觉这次视频给我的启发还是挺大的 希望各位也能get到一些和异性交流的方式吧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那非常感谢胖雪人老师提供的场地 以及永远那么远帮忙的拍摄 未来的尬聊 我还想找一些更多新奇的角度 尽量呈现一些真实而有趣的碰撞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比如什么嘉宾适合 或者你想看到谁来参与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 总之就是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